债院市场年初至今回落不少 为何我们还要留意这个市场呢? 今天和大家讲解一下 大作诚,今天是2024年5月29日,星期三 欢迎大家收看财经早餐的节目 早上的Crimmon哥 早上的Mark哥 很久没有这个节目了 没错,也很久 转眼间到5月底 而环球投资市场今年的表现 其实在这短短的5个月的期间里面 可以说是教我们在年初的预期是反复的 根据我了解 股票市场普遍的表现都不错 很多股市都创了一个新高 但是相反 债院市场的表现就真的一样了 情况是否这样呢? 同时 年初至今的市场 对今年的联储局的减息预期大幅变化 又会不会是 令到债院市场表现 慢慢地的背后的原因 Mark哥,都是对的 大家知道 如果原本说 年初至今时 初初说 估联储局会 减息很多次 但是后来这个预期反复上落 如果还记得 3月份的时候 议息会发布了点阵图 亦都是预期说今年会减三次 他们自己都这样想的 但是后来 通胀的数据 以及一些局方委员的言论等等 令市场预期改变了很多次 亦都令债息不停反复 而最新议息会议记录显示 近期局方不是急于减息 市场上市场的冲敬 今年只要是可能减一次 虽然如此 亚券市场在今年当中的回报 其实除了美国、欧洲的主权债 或者投资级别企业债 有个负回报之外 另外 亚洲和新兴市场债券 普遍也有正回报 亚洲和欧美的高收益债券 回报也不错 所以我们要看分散投资 和做多元化的部署 仍然是很重要的 明白了 说起分散的投资和部署 我知道在过去 将资金以固定的比例 去配置在股市和债市 均衡的投资 一直都是受到市场的欢迎 当中又以60-40的投资组合 是最具代表性的 历史上 这个策略 大部分时间的表现都是理想的 在股市大跌的时候 都展现出不错的抗跌能力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 最近的例子 发生在2022年 这个60-40的投资组合 录得是自2008年以来 最差的表现 也是对的 疫情时 欧美国家推出了很多大刺激经济方向 后来令到通胀压力高期 欧美很多央行 不可以不快速加息 压低通胀 这样令到债券 作为一个稳定组合的角色 受到挑战 同时令到 股债 当中大家的相关性 大幅上升 拖累股债平衡组合 应该原本预期有的表现 不过后来我们看到 环球通胀在高位回落 大部分 60-40的投资组合 都是低位升 而2023年 他们的组合 不单是录得显着升幅 更追回2022年的跌幅 显示60-40的投资组合 长期投资策略 本身的银性 应该有的价值 展望将来 我们看看 高利率的环境 应该会进入 令经济降温 通胀利率很大机会 慢慢慢慢地下来 长期平均水平 而国内资产间的 价格波动性 它的相关性 应该都会回复正常的 长期的股债配置投资 应该有机会发挥 它应该原本的优势 另外我也知道 除了股债并重之外 一个更多元化的投资组合 通常也会 立入一些非传统的 另类投资指标里面 好像商品 房地产信托基金 对冲基金 衍生产品 私募信贷 以及私募股权等等 这些另类资产 一般来说 都与传统股债的相关性 较低 在配置的比例上 能够因应市场的变化 以及投资者的风险 立入而较为有弹性 不再受比例约束 我同意马克格 最后 虽然预期未来 股市波幅会提高 但多元化的投资组合 仍然可以随着长期增长的投资主题 如科技、健康医疗 这些行业长远的盈利增长 仍然是可观的 今天讲的差不多了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